然后这是那个上面是央企地产对民企地产 那个一直在创新稿 下面是对中正800是在那个明显的反弹 然后水电大周期上是跑赢火电 然后核电那个从那个去年初到现在是跑赢中正800 然后地产我们认为是 就是导致居民负债率过高 就是房贷还管占可支配收入 我们算了一下基本上接近90% 就这个会大幅的几下消费 所以那个这个是为我们看好拼多多那种廉价消费 这个是拼多多对那个中正可选消费指数 那个从从今年年初或者从今年二月份到现在 是在一个上涨周期里 然后这个是我们之前讲的一个 基本上两个逻辑串在一起 就是之前我们一直说看好汽车芯片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汽车的那个库存 对销售比已经跌到94年以来最低点 就是它肯定有一个补库存的过程 所以它对美国汽车有利好 然后最近又因为美国在打这个经济战 禁止AMD还有NVD出口 那其实那个我觉得目标就是打击中国的电动车 包括德国那边意见也很大 就是说那个德国现在搞减碳大业劲 打击汽车行业打击燃油车 那导致德国的燃油车出口减少 中国的电动车出口增加 那个那个我们认为美国这个动作 其实就是在针对这个现象 那卡住GP那电动车其实不只是卖电动车 而且是在卖职能驾驶 那如果卡住芯片的话 那中国的那个职能驾驶 就是从这个卖点上 它肯定会影响它的销量 所以这里面我们做了一个策略 就是买美国的汽车 空那个中国的电动车 然后同时空AMD和那个NVIDIA 现在基本上是在市场 在沿着这个逻辑走 而且在消息出来以后 还是在沿着这个逻辑走 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是一个 长期比较稳定的趋势 然后这个是通用汽车对未来 因为未来我记得去年说 一辆车上大概用了八块NVIDIA 那如果是真的话 那应该对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利空 然后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现在的新能源板块 比去年11月还有年初 都大幅的向低 那个PE大幅的降低 然后就这波行情有一个现象 那个我不管朝概念 还是朝那个内部的细分行业轮动 有一个新的现象 就是那个储能是跑应新能源的 但是储能现在有一个问题是 就是虽然适应率也大幅的下降 但是还是在一个泡沫区间 在那个占近70倍吧 70倍到90倍之间 所以这个可能也增加了它的波动率 然后这个是我们为什么看好煤炭 就是从大周期上煤炭和新能源 其实是正相关的 它就是短周期上两个是负相关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一个是那个旧能源 新能源有一些对抗 还有一个是新能源是成长股 没看是价值股 那个风格上也有一些对抗 但是从大周期上其实没有矛盾 旧能源对中正800 那个连着涨两年了 然后新能源对的中正800 也涨了两年 但是最近有一些回落 然后那个还有一个是 中字头的企业是跑赢中正800 那这里面是其实包括了那个央企的地产 央企的地产基建 然后那个毛指数跑输中正800 凝指数也跑输中正800 就是那个一个从去年初 一个是从那个去年下半年 那个然后还有一个 我看市场很多观点看好港股 就是从宏观的角度我们是不看好港股 主要因为港股的核心资产 就是金融地产 医疗教育互联网 就基本上全是宏观打击的行业 就是打击他们其实是有内在道理的 就是一个是保消费 一个是保制造业 尤其是高端制造 就是这几个行业垄断社会利润的话 就是消费还有制造业是起不来的 对这个宏观政策我们认为不会变了 所以那个港股 港股我们 那个 就是到现在我们看不到有宏观上面的转向的特征 然后新能源是跑赢横征指数的 那个毛指数 毛指数前面我们已经看了 是跑出那个中正800 但是毛指数还是在跑赢横征科技 那个高端制造是跑赢横征科技 那个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篮子 就是那个高端制造在跑赢那个三座大山 再加互联网 我们算四座大山 也是在一个长期上升冲道理 所以基于这些逻辑 我们对港股 就港股的指数如果不调整 没有新的IPO 新的实业进来的话 我们认为基本上没什么希望 像那个今天 不管中概股 还有港股的指数都放心低了 其实就像那种会计法的妥协 我们认为纯确就是微观的噪音 它并不影响那个股票的固执体系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货币的下跌会导致输入性通胀 就类似那个 类似那个 日本韩国还有欧洲那个逻辑 所以它对股市有一定的短期的冲击 然后这个是 人民币标价的原油和中正800 短期是明显的负相关 就是原油如果上涨 那个中正800再往下跌 那基本上进入这个 日本还有欧洲那个市场的逻辑 就是那个 就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密切的跟踪一下 那这个是欧洲能源的结构 那个基本上是 旧能源的比例大 新能源的比例小 然后化石能源针对在一次能源里 比重比较大的 那个我们看到欧洲 法国 德国 美国 中国 亚太 那个韩国 日本都在里面 那个台湾是最高的 然后低碳能源在一次能源里的比例 最高的是法国 这个我觉得还是低估的 因为核电也是低碳能源 法国的核电都占到百分之七八十了 然后又有百分之二十多是新能源 法国其实应该是百分之九十多 我觉得这统计 它可能因为一些口径的原因 不是特别精确 那个中国和日本的比重都在往上提升 然后新能源在 那个一次能源里面的比例 最高的是挪威和瑞典 那个中国和法国 欧洲其实基本上在那个 基本上在一个数量级上面 德国稍微好一些 但这里面我们认为那个 其实我们说一直说这个碳排放 有一个不合理的就是 其实应该按照终端消费定价 不应该按照那个产生的定价 因为中国出口的产品 很多终端消费在欧美 所以那个就这些统计我们认为还不是很科学 然后化石能源发电比重比较大的 印尼 印度 澳大利亚 中国 美国 那个欧洲也不低 欧洲在40%左右 所以这种能源结构 它就容易导致这个输入性通胀 然后石油的生产 我们看定价权基本上就是在那个 美国 俄罗斯和沙特手里 伊朗和那个阿联酋也可以 那个委内瑞拉本来是 其实是全球那个原油储量 最大的前三之一 可能是前二我记得 但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制裁 把它打到这个主要产物国里 倒数第一 然后石油消费比较高的那个 美国 欧洲 中国 就是这种它就容易导致输入性通胀 石油在一次能源里比例比较高的 这几个国家基本上都是在20%到40%之间 中国这几年其实在 从大趋势里是在慢慢往下降 然后天然气在一次能源里的比例 就是我们看到欧洲 美国 德国 亚洲 中国 那个基本上在一个很清晰的上升中道里面 尤其里面区域是最强的是中国 就是亚太和中国应该是对天然气边际上定价 也有比较大的那个话语权 然后天然气产量最大的是这个 美国还有俄罗斯 然后天然气消费最大的那个 就是亚洲的趋势明显是最强的 那个超过了欧洲趋势 欧洲这几年就在下降 然后没在一次能源里的比例 那个就是我们看到 就是西方里面 中国是在一直下降 但是西方里面 日本 日本 德国是在上升的 然后产煤国里面 我们觉得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德国的这个煤矿的产量 最近20年是一直在增长 其实在乌克兰战争以前 它都一直在增长 但是这个我认为可能跟 那个2011年福岛核电站爆炸以后 它在降低核电 增加煤电跟这个有关系 然后煤的消费最大的是中国 印度 还有日本 那个 这种国家 是大概率的是能源不独立 容易导致输入进行通胀 然后用煤发电 然后西方里面比较重要的是 这个日本 德国还有欧洲 然后天然气发电比重比较大的 欧洲 韩国 英国 美国 那这个 就这几个地区都是 输入性通胀比较大的地区 然后天然气的储量 那个欧洲第一 我是这个数据我是有点怀疑的 但是那个俄罗斯第二 所以欧洲的能源依赖进口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俄罗斯的天然气 根本就没办法替代 然后天然气的那个 最产出最大的地区是美国和俄罗斯 所以定价权基本上在他俩手里 那这个是未来 欧洲能源调整的计划 就是核电要把下去 到2040年削减30% 煤要削减82% 那个后面要削减86% 就是这个动作里面 他会对这个 就是对这个碳排放的估值 还有整个社会的通胀 还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其实我们认为比较激进 就是后面要密切观察 然后天然气的来源 对法国来说 第一是俄罗斯 第二是阿尔及利亚 两个量基本上是平衡的 就是法国在能源替代上 就是分散的风险还是比较好 然后就是那个 就我们认为 欧洲的那个能源危机 还有通胀 有一大部分是人为的原因 就是因为那个 能源的定价有问题 就这里我们看 德国的天然气发电 去年15% 今年11% 那个核电的发电 去年是12% 今年是6% 但是欧洲的电价定价机制 是这样的 那个 上网是便宜的电先上网 那主要就是核电 还有新能源的电 贵的后上网 那最贵的就是煤电和那个 最贵的就是天然气发电 其实 但是那个天然气的价格的形成 是按最贵的这个发电机组定价的 那就是按天然气定价 就这个问题我们 那个7月份讲过 就是这个其实是不合理的 你像法国的电价 它的电价应该是最便宜的 因为80%是核电 20%是新能源发电 基本上都是零成本 但是它的电价 还是跟着全欧洲一起绑定 所以那个就我们认为 这个不科学的电价 那个 所以这个也是前面 为什么我们说 这个电力期货和天然气期货 它其实是一种波动率 它不是真的价格发现 那个 但是这个波动率 波动的幅度是肯定超过市场价格的幅度 然后它又导致这个通胀的幅度 大幅的那个上涨 然后还有就是欧洲这种集体主义 就是你的发电成本再低 要跟着全欧洲一起定价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高税收 就欧洲的电价里面 大概有50%都是税 这个也是导致通胀的原因 然后最近两周 两周以前那个 主要上一期 上一期那个 欧洲开会说要修改这个定价模式 所以导致这个欧洲的 就是那个 一年远期 一年期的这个发电的电价 一下跌了50%多 上一期 这个也证明就是原来那个定价机制 其实不科学 就是人没在家具这个能源密集 然后这个是那个 麦肯锡做的一个 欧洲的定价的体系 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就是便宜的电箱先上网 那个贵的电后上网 但是那个整个市场的定价 是按贵的电定价的 其实它就是一种 不科学了 就纯粹拿边际效应 来给整个资产定价 这个也是开始我们说的 就去年我们还是支持 国内把动力煤期货 给它恢复到 把动力煤市场恢复到计划经济里 就是电厂百分之百 全部采用长期 就是高污染的企业 在用那个水泥这种高污染的企业 用那个用现货的价格定价 就是这 从这上面也看 就是从交错的速度上 那个中国还是比欧洲有优势 就是欧洲上一期 虽然说要修改 但是具体商量可能 还是要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通胀的归因 就是整个我们通胀归因 就是那个流动性泛滥 乌克兰战争 疫情缓解 那个 因为乌克兰战争导致这个 量价油价供应链出现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电价的错误 其实就是去年那个 东力煤定价的错误 还有一个就是拉尼纳的现象 导致这个缺粮 然后又导致干旱 那个这个干旱直接导致这个 法国的那个核电的发电机组 关掉了一半最多的时候 然后发电量减少了30% 水电减少了85% 那个包括德国那边 想拿煤电替代 天然气发电替代核电 但是因为干旱核道那个 核道水位又下降 导致那个运煤的能力又下降 所以今年确实很多风险 是必然的风险和偶然的风险 都在一起互相连通的 而且拉尼纳的现象 我们看短期也不一定有好转 而且可能那个夏天这么热 有可能冬天又更冷 所以可能那个冬天 这个能源危机会更厉害一些 还有就是那个碳排放 减碳大跃进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欧洲日本还有新兴市场 那个一个是贸易赤字比较大 还有一个就是拿了很多美债 那美债因为通胀危机下跌 等于对着欧洲日本 还有新兴市场包括中国 等于它持有的市场的波动率 大幅的上涨 那个又间接的导致了货币的下跌 就是跟输入性通胀 又形成那个弱性循环 我们认为那个 这是目前通胀主要的原因 基本上没有一个是可以短期内停调 然后那个从通胀的角度 我们看到欧洲的天然气电价 工资降幅基本上都形成正相关 然后那通胀上来 它不只是那个冲击经济 还有一个冲击消费 那个欧洲的居民现在大幅都在削减消费 而美国那边是在 他们削减消费 就是两边的消费行为是有区别的 美国这边是在大幅的增加 那个信用卡贷款 所以那个 美国的信用卡贷款的数量 在创新高 然后利率又创新高 就这后面我们认为 可能有一个潜在的风险 就是美国那边可能会发生一些债务危机 就类似小级别的次债危机 然后美国那边就开始缩表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前面我们说这个天然气跟通胀有正降观 那欧洲 欧洲这边就其实比那个 比美国更恶劣一些 因为它的那个天然气 对外的依赖度更高 然后那个波动性更大 然后那个布伦特原油和 那个 这和欧债的那个相关性 其实就是和通胀的相关性 就是它的负相关 其实就是和通胀的正相关 基本上达到87% 然后这个是我们之前说的 那个 就是右边这个图是 如果不进口俄罗斯原油的话 造成的一些缺口 就这个缺口需要沙特增产 委内利亚和伊朗 那个重新返回国际市场 就是现在这三个因素 我们没有一个看到 那个沙特说那个增产 基本上跟没增产一样 五年内的增产目标 连这个GDP的增幅都跑不过 那个 委内利亚和伊朗 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明确的要返回市场 这个归根结底 我觉得还是跟地缘政治有关系 美国对这两个国家是要灭国的 那这两个国家他也不傻 他如果想活下来 必须那个抱着俄罗斯 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在背后捅俄罗斯 然后 美国那边的赚紧 赚紧平台是在一直下降的 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西方白左的虚伪 就是一边在说别人给他制造能源危机 一边自己又去减产 然后这个跟前面那个图呼应 就是美国那边的产业公司也在试点开支 那个他在那个capacit上投入是在削减的 但是利润这么好 他拿来都去做那个股票回购和分红了 然后就是前面我们说的这个 美债危机 它对欧元和日元 包括人民币有输入性通胀的这个风险 就是美债因为通胀下跌以后 导致大幅下跌 然后又洞扬了这些国家地区的那个 那个货币的那个 货币的稳定性 然后那个 因为前面我们说地缘对通胀是有决定性的 所以那个 就是前面我们讲过的逻辑 现在基本上在第三阶段第四阶段 就是那个乌克兰战争从炒边际效应到那个 其实也是类似的积分了 在炒这个升级积累的一个效应 就我们认为升级现在有几个主要的特征 一个是美国刚往乌克兰派了一个 那个 指挥官 或者总司令派了一个二三星级上将 具体人民还没定 就这个我们认为是一个质变的过程 就是代表 其实代表美国直接参战 还有一个就是美国鼓励乌克兰打克里米亚大桥 俄罗斯之前说过 如果攻击了本土的话 它不排除使用核武器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美国鼓励乌克兰轰炸这个塔布罗热核电厂 这个核电厂是切尔诺比利核电厂的十倍 我们 我们认为这个有可能就是美国故意 想制造一起人道主义危机了 就是制造这么大级别的危机以后 美国就可以直接下场 而且美国和英国都说 这个核电站如果爆炸的话 会启动北约集体防御条款 就这个我们觉得明显是在给俄罗斯巴克 还有就是武器升级 送中远程导弹 反辐射导弹 还有 普京最近在往拉美 亚洲 非洲布置那个 他现在最先进的武器 那有点回到那个古巴导弹危机那种场景里 然后最近美国攻打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设施 然后北约要军事干预塞尔维亚 其实这个也是北约在给塞尔维亚拉坑 那种拉坑 我们觉得有可能他是有可能他真的会启动一个新的军事冲突 来分散这个俄罗斯的注意力 因为塞尔维亚是俄罗斯的盟友 他到时候要分散一些俄罗斯的兵力 然后这个是那个武器升级 就现在这个MRT0还有海马斯 那基本上射程都是300公里到900公里 那个可以直接达到俄罗斯本土 美国又追加了100亿美元 但是里面有一个矛盾 就是欧洲现在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在7月份已经降到零了 所以这个跟他公开表态又有一个矛盾 所以需要密切的再注意一下 然后这里面的交易机会我们认为 就是德国为代表的欧洲 他可能同时被中国俄罗斯挤 一个是那个对俄罗斯这个算是代理人战争吧 它会导致输务性通胀PPI上涨 然后又同时挑战中国 想供应链脱钩 然后再抬抬军事演习 那它又会导致这个商品上涨 出口下降 然后自己就减碳打击燃油车 那会增加中国的新能源车的出口 所以长期我们认为可能 结果就是加速这个欧债危机 然后中国的高端制造会跑赢 那个德国的DAX指数 然后这个中国的出口 汽车出口在上涨 德国的出口汽车出口在下降 然后这个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个逻辑 就是德国进口的成本 一大部分是最大的是能源 能源的成本在上涨 出口最大的是汽车 然后出口是在下降 那这样的话 它会恶化它的贸易赤字 导致欧元下跌 所以我们认为可能那个欧洲 大概率的尤其德国 可能走向失败 那如果做一个配对的话 中国的汽车龙头比亚迪 对那个德国的汽车龙头大众 明显的是在网上涨 但是比亚迪有短期的泡沫了 短期可能会导致这个比值下跌 但长期的趋势我们认为可能会 德国如果不纠错的话 这个长期趋势可能会一直维持 然后中正高端制造指数 就是明显的在跑赢DUX指数 德国一直也是以高端制造著称 所以我们拿这两个直接对比一下 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看好旧能源 然后短期这个新能源 还有高端制造估值太高 那个又因为商品上涨 有输入性通胀 所以它波动力在放大 美元指数我们是看好的 然后看空欧元日元 韩元新型市场货币 然后看空港股新型市场 韩国日本欧洲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主要还是因为 那个中国的地产周期 我们认为已经满了 就是有那个央企一线地产 那种阿尔巴的机会 但是贝塔的机会 我们认为基本上已经没有 然后看好中国的高端制造 看空DAX 看好国产芯片设备汽车芯片 但是看空手机芯片 然后看好美国汽车 然后那个转周期上看空 那个国产电动车 还有AMD 然后通胀的交易形态 就是我们还是强调 跟上半年会比一样 上半年交易的一期差 下半年交易的是那个积分的逻辑 然后中国和美国都在压制 压制市场的波动率 所以市场可能是有可能下跌 但是波动率可能起不来 就是系统性风险比较低 然后大的黑天河就是 人币如果大幅的下跌 会有大幅的那个输入通胀 那个俄乌战争升级 还有往亚太外溢 但是节奏就不好判断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互观政策是在防风险的 就不管中国还有美国 然后那个理财产品的资金 是在往股市流的 然后那个市场的内部结构 就是估值重码集中度 都比年初健康 那个泡沫比上半年是肯定小的 所以那个节奏也不是很好预测